一中永迷,一中永迷 沙拉越四里街明立中学是尘马最小的独钟 这几年来,明立中学一直面临着资源不足以及经费不足的问题 于是,他们展开了长达15天的百万教育基金募款之旅 希望能够为学校筹集足够的办学基金 这一次,明立中学来到了昆城中学 向老师和学生们募金募款 唤醒大家对微型独钟的关注 我是来自三月四里街明立中学的学生 我们学校只有89位学生 今年50岁,它是一所不一样的一所学校 它所处在的环境,我们生活在里面的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走过的那一段历史 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学校 所以我们就想帮助学校就出来这样子筹款 所谓独钟一家亲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学校的老师、校工 甚至是食堂的叔叔 也在为明立中学捐款 同学们更是纷纷发挥出自己的爱心 有多少捐多少 希望透过自己微小的力量 来帮助明立中学 希望这群无向困难低头 一直捍卫着华文教育的华教勇士 可以收获满满的回到学校去 让我们为他们的坚毅 他说他的情书 要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让我们进到校园 好像这样子通过全马的华社给我们的一种支持 鼓励、加油、打气 那么回头呢 就希望再一次的带动这个社区 对华文教育 对吧 对独钟、对学校的一种满足 这个事情能够做成 靠的就是众人的力量 一点都不行 真的是一点都不行 我相信美丽所听中 他都走过这样子的一段路 因为都是从草窗开始的 然后都要经过建设 然后经过耕耘 经过积累这样子的 然后经过慢慢发展 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低潮 然后才能够逐步的走向更好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谈美丽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让大家再重新的回顾一下 你说好像你们昆臣的孩子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进来这个学校 学校建设的也相对都OK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他 原来可能之前 他可能比较幸福的那个阶段 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话 所以我是说希望我们能够 通过看到明丽现在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让所有全国读中的孩子 都能够知道说 其实美丽所读中的发展 真的都很不容易 所以即使是现在要往前走 其实他的 他也是我们也是步步为民的 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对吧 那么所以呢 而且每一串每一瓦呢 都是滑涉给我们赞助的 现在你看到的任何的东西 它都不是从天而降 所以我觉得学会感恩 学会感恩 尤其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今天不是要突出名利 因为名利是很小对不对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兄弟姐妹校 他们也是很小啊 有时沙拉月特别多 他们也就那么百多人 而且很多说 希望说通过这样子一走 大家回头来关怀 不是可怜 我要讲 就是来关怀 然后我们一起说 结合我们的力量 我们能够创造 怎么样子的价值 那今天呢 看到这个筹盘的这个状况 有同学 虽然一块钱 几毛钱 五块十块 甚至于刚才拿到的 有支票 等等 这些人让我老师很感动 还有更多的 看到同学们给的祝福语 还有那个子贺 都是看到我们孩子们的爱心 所以刚才讲说 我们木的不是木盘而已 更多的是木 我们的这颗爱心 能够帮助别人这个心 这是非常珍贵的 祝福名利中学 能够下入真正日上 更加的一个好的环境 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国中 更加的壮大 让我们的国中孩子 能够学习更多 我觉得呢 这次名利中学 到我们学校来 筹募一些基金 其实让我们感觉到 很珍惜 可以让我们学生 包括我自己 觉得办学其实不容易 我相信明利中学 肯定会办得更出色 将来呢 他的学生会更多 感谢宽城中学 就很感谢校长 老师 学生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 就让我们进来这边学校 就进行筹款 如果以后他们还会下来 这里筹款 我们就会很乐意 帮他们 尤其其他地方筹款 明利中学加油 明利中学加油 明利加油 加油 精神与一同在 加油啊 明利中学加油 明利中学加油 加油